024最新大尺度复仇爽剧终于来了 高中学历的女生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却被全公司的男性极尽侮辱 为了不被公司开除 她只能忍气吞声 但其中一人却动了歪心子 刚开始还表现出一副千千君子的模样 可没多久就彻底原形毕露 开始私下里给公司女同事们贴标签 而她的价码仅仅只有500日元 这天她刚到公司 对方就找了过来 嘴上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她帮忙 可手上却不干不净 她只能找借口离开 因为是派遣员工 老员工随便找个问题都能让她被开除 高中学历能找到工作已经是稍高向岸 所以她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直到公司里来了一位新同事 她的处境才发生了改变 然而这种改变却让她毛骨悚然 同样是派遣员工 可希姐的为人处事却非常朗道 对于莉莉发来的错误数据 浅见习惯性的想要拿过来自己改 却被希姐拒绝 直接找到了负责人莉莉 可对方正忙着做美甲 根本没把她这个外包放在眼里 于是希姐直接表示出错了后果会很严重 这小表情谁又能拒绝呢 可莉莉还是不想改 竟直接迈起了萌 希姐只好软硬兼施 说晚上有跟战略部的联谊会 做完就可以一起去参加 莉莉果然上当 乖乖开始了干活 可事后她才发现自己被耍了 当即跟小爱商量要把希姐赶走 殊不知他们口中的主人公此时就在边上 希姐一笑生死难料 她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此时浅见却再次遭到了贱人的骚扰 这回她换了个套路 竟直接表白说要交往 可女孩心里明白 对方肯定是没约到莉莉 只能先想办法从自己这里拿到500 眼看心思被看穿 贱人索性也不装了 直接在楼道里就想用墙 甚至还想用工作逼迫潜贱就范 女孩哪肯答应再次选择了逃跑 奇料这一目竟全被希姐看在了眼里 此后贱人还发来信息 说潜贱要是不想丢掉工作 就赶快从了她 好在希姐已经开始了行动 她从潜贱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影子 那也是她来此的目的 等到了第二天 贱人又来作妖 假装让潜贱拿优盘去打印资料 实际却是想再次制造两人独处的机会 希姐却主动揽下这份活 然后替换优盘黑进了贱人的电脑 给全公司发了份邮件 里面全是偷拍希姐的照片 还有贱人给女同事标价码的录音 这下算是彻底犯了重目 影响如此恶劣 女经理早目立刻让其收拾东西滚蛋 贱人还想做最后的辩解 认为是希姐在陷害她 可照片是从她邮箱发出的 录音里也的确是她的声音 贱人最终被强行赶出了公司 希姐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但这只是其复仇计划的开始 就在第二天上班时 潜贱刚进公司就被眼前的荧幕惊呆了 小爱上吊了 随着警方的介入 潜贱已经不知不觉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中 就在不久前 莉莉和小爱在网上炮制了一个派遣员工的账号 将公司有职权骚扰的事都捅了出去 这本是针对希姐的 可莉莉却想先拿潜贱是试水 随着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潜贱很快被人士约谈 网上那个ID是不是她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只是要有个人出来背锅 反正辞退一个劳务派遣也不需要什么代价 可这无疑会让潜贱一辈子都洗不掉这脏水 好在危机关头 希姐再次站了出来 她黑进那个账号发布了澄清声明 为潜贱甩掉了黑锅 而在事后 小爱也因此遭到了反噬 同事们纷纷站出来指责她道德败坏 无端泼人家脏水 再加上希姐的反击还没完 她悄悄把小爱拉进房间 随后甩出了王炸 原来小爱之前曾因欠债进了风俗业 后来钱没还完就跑了 希姐向她发出了警告 总不能说是想为潜贱出气吧 可没想到的是 在小爱被所有人排挤的时候 反而是潜贱第一个原谅了她 甚至还交换了联系方式说要做朋友 连小爱自己都不敢相信 世上真有这么大度的人吗 看着这一幕的希姐顿时有些吃醋 这么容易相信别人可是要吃大亏的 可实际上小爱也是受了莉莉的缩食 她表面上装得像个傻白甜 实际上却一肚子坏水 为了让小爱去泼潜贱的脏水 她许诺事后会介绍几个优质男给对方 起料安排的却是几个牛郎 小爱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两人彻底决裂 可就在说完要杀了你这句话后 第二天小爱就被吊在了公司门口 谁也不知道这是自杀还是她杀 但幸运的是勉强保住了一条命 能不能醒来就全凭天意了 莉莉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 她警告浅见 不准对警察说任何不利的话 其料此时希姐已从身后出现 再次护起了毒子 她似乎窃听到了小爱和莉莉的对话 一番萝卜加大棒的威胁后 莉莉再也不敢欺负浅贱了 可希姐的种种举动实在太可疑 浅贱总觉得对方身上隐藏着秘密 她本想打个电话问清楚 可话到嘴边却又怂了 希姐不想把善良的浅贱拉进来 可没想到的是 两人早已身处漩涡之中 谁都逃不掉了 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 车头堪堪滑破了希姐的脸蛋 眼看路人就要报警 她却不想把事情闹大 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复仇 可她被推向马路的这一幕 却恰好被一位同事撞见 还认出了凶手曾是公司的员工 这一切似乎都跟五年前的一桩丑闻有关 可她跟希姐并不熟 本想让浅贱转告一下凶手是谁 然而办公室人多言杂 他们便相约下班后去资料室详谈 这说话说一半 明摆着是给自己立了的要死的信号 果然 等浅贱下班来到资料室后 只见柜子边上有着些许血迹 她心中有了骨不祥的预感 随着柜子缓缓离开 中刀的女同事瞬间倒了出来 显然是没救了 面对警察的询问 浅贱如是回答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可当说出五年前的那件事时 警官神木的眼神明显变得不自在起来 随即便结束了问话 这让浅贱愈发好奇了 可不管去问哪个同事 对方都对此讳莫如深 那明显不是什么好事 浅贱只好把突破口放在了莉莉身上 借连有女同事发生了意外 莉莉如今已成了惊弓之鸟 生怕下一个出事的就是自己 浅贱用帮忙的借口成功获取了她的信愿 原来五年前有两个女同事突然失踪 一个是公司骨干 另一个则是边缘人物 但她不明白希姐跟这两人有什么关系 而要想调查清楚 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查员工简历了 虽然是保密的 可凡事都有例外 莉莉用美色搞定了人事部的帅哥 偷偷在半夜查看了希姐的简历 然而没想到的是 希姐竟然跟莉莉从初中到大学都是一个学校 可莉莉为什么会从未见过对方呢 等到了第二天 莉莉回去向所有同学打听了个遍 奇料不仅大学里查不到 甚至高中和初中里都没有希姐这个人 她仿佛是突然就出现在了这个世界 几人的调查终归还是没能瞒住 与希姐关系匪浅的杨太把潜剑约到了歌厅 告诉她要是不想惹上麻烦 就停止调查 否则只会给希姐帮倒忙 潜剑不知可否 她的确不想惹事 可麻烦却主动找上了她 家里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显然是有人想从她这知道些什么 潜剑当即选择了报警 警官神木也是老熟人了 再次提醒她五年前的那件事就像一片漆黑的泥沼 所有被牵扯之人都会越陷越深 潜剑看出了对方想要合作的想法 但爱与警方的身份无法透露更多信息 两人还是暂时结成了同盟 决定兵分两路 莉莉再次利用美人机拜托人士 查看了五年前出示员工的简历 可没想到的是 这份简历属于最高机密 希姐也曾想查看 可惜人士小胖不喜欢冷艳美人 果断拒绝了对方 但莉莉就不一样了 只是稍微撒了个娇 小胖便乖乖调出了这份机密文件 突然失踪的同事名叫沙西 其毕业院校竟跟希姐一模一样 事情变得愈发扑朔迷离了 而另一位失踪的同事只是突然辞职 或许知道当年发生的真相 神木得到消息后 立马前往了对方的住址 可奇怪的是 对方竟然说从未听过沙西这个名字 草草应付完神木后 女孩一回家竟然就开始呕吐起来 难不成这个名字曾给其留下了什么阴影了 就在回去的路上 神木发现似乎有人在跟踪 他没有打草惊蛇 却没想到这其实是希姐派来的 可贱人是什么时候成了希姐的小弟呢 原来自从被赶出公司后 贱人一直咽不下这口气 拼命想找希姐的麻烦 在听说小爱自杀入院后 他觉得对方肯定也是被希姐害的 便想去医院寻求结盟 喜料对方还处于深度昏迷之中 就在他留下日后联系的纸条后 刚走出房门就被一个奇怪的女人叫住 只见那人低着头一言不发 推着轮椅像个女鬼似的冲到面前 贱人差点就被吓尿了 原来希姐想找个跑腿的 正好贱人现在失业 但既然他曾被浅剑开出一次500的价格 那希姐自然得厚到鞋 一次就50吧 打不过就加入 贱人只好成为了希姐的狗腿子 可狗改不了吃屎 立功后的他立刻又得死起来 竟然还想拥抱一下以示庆祝 希姐可不是好人啊 但他其实并不想把浅剑牵连进来 杨泰再次约了浅剑出来谈话 询问他为什么没听自己的话放弃调查 浅剑却说朋友的忙必须得帮 他不会给希姐添麻烦的 眼看他这么实诚 杨泰也有些心软了 告诉他要想知道真相 可以在三天后去一处墓地找他 上次是歌厅 这回又是墓地 杨泰还真喜欢找一些特别的地方啊 可让浅剑没想到的是 三天后他等来的竟是希姐 原来这里是沙西的墓 虽然公司对外宣称是失踪 可实际上他却是自杀的 希姐显然跟其的关系不一般 他从浅剑身上看到了沙西的影子 不想其重蹈当年的覆辙 于是便说了些狠话 弃走了浅剑 可就在两人的这次会面后 一直陷入昏迷的小爱终于睁开了眼睛 他是否能为希姐的复仇计划带来变数呢 可惜的是 小爱虽然知道自己是被人袭击的 却并没有看到歹徒的正面 只记得对方手臂有一道红色的疤痕 这根本无从查起 但浅剑却想到一条妙计 凶手并不清楚小爱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长相 知道小爱苏醒后肯定会有些慌乱 那他们就来一招引蛇出洞 让其自己跳出来 制定好计划后 浅剑先是把小爱苏醒的消息通知了公司所有人 还说其把自己定位了和警方的联络人 马上会有一份重要证据寄到公司 如果有谁收到寄的告诉他 虽然不知道这招打草惊蛇有没有吓到凶手 可希姐却率先坐不住了 她再次希望浅剑不要多管闲事 然而浅剑却从这句话中感受到了希姐的关心 她要救出凶手的心更加强烈了 随着从医院寄出的快递到来 办公室的目光全都汇聚到了浅剑身上 希姐就差把想知道这几个字写在脸上了 可时关重大肯定不能当面拆啊 浅剑还故意跟主管请了十分钟假 要去休息室把凶手调出来 这一步看似简单 然而实际上连浅剑本身都算是个诱饵 一招不胜就可能遭了毒手 好在对方只是用了电机器 刚一醒来 浅剑便无视了同事们的报警提议 那快递里其实安装了隐藏摄像头 凶手一旦打开包裹确认 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在摄像头中 身为老员工的莉莉瞬间认出了对方是谁 可就在同一时间 希姐也已通过黑客手段监控了浅剑的手机 她为自己抽了一张象征塔罗的塔罗牌 然后戴上帽子 决定亲自去会一会那个照片上的女人 浅剑这边则非常理智 立刻将信息同步给了神木 就在几人商量着何时上门抓捕时 杨泰却在此时发来了求助 原来希姐已经孤身一人 找到了那个手上有红色疤痕的女人 可对方毕竟是袭击了数人的歹徒 希姐除了黑客技术高超 目前并没有看出有强大的武力值 浅剑开始了日剧跑 可她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 名为英子的女孩已被绑到了椅子上 随着希姐的讲述 五年前的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当时沙西和英子同时进入公司 沙西凭借自己的能力拿到了一个项目 奇料竟遭到了英子的嫉妒 她表面上跟沙西处成了好同事 背地里却把对方的照片发到了原交网站 沙西的邮箱因此爆炸 错过了客户的重要邮件 然而这还不是最恶心的 她又偷偷删掉了对方电脑中的文件 扔掉了打印好的报价单 可由于项目紧急 沙西根本没时间去追查是谁搞的鬼 不仅要连夜加班 还要承受上司无休止的催促 戒连几天后 她终于累倒在了岗位上 星级表女孩又开始了她的表演 贾欣欣地前往医院探望 说会帮沙西完成这段时间的工作 老实的沙西还以为对方是好心 殊不知当她出院时 英子已经抢走了这个已完成大半的项目 甚至还给沙西扣上了抄袭的帽子 好人全让她给当了 就在同事们议论纷纷之际 沙西竟然还未看清对方的真面目 没有当众撕破脸 想私下问问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英子也被她这傻白甜的想法逗乐了 职场本就遵循着弱肉强食的法则 难不成还真有人来这交朋友吗 沙西彻底失去了公司的信任 可她的噩梦却远未结束 只见希姐拉开身后的遗门 里面赫然是沙西的灵味 原来希姐正是沙西的双胞胎姐姐 为了复仇 她改变了自己曾经的模样 潜入妹妹的公司进行了调查 终于找到了英子这个心机表 就在她准备在妹妹的灵味前将其处决时 英子却仍想辩解着什么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希姐还以为是妹妹的鬼魂出现了 可再仔细一看 原来是浅剑 杀人是要偿命的 她不想希姐把自己也搭进去 而且只是抢走一个项目而已 并不能证明沙西就是英子害死的呀 可希姐听后却更生气了 要是浅剑知道这女人后来做了什么 就不会阻止她掐死对方了 原来就在沙西逐渐成为公司透明人后 英子却再次找上了她 还邀请她重新加入项目 毕竟是自己的心血 能亲眼看着其顺利交付 沙西还挺高兴 可英子其实是另有目的 不仅只让沙西负责一些端茶地水的杂货 还把全公司的垃圾分类交给了她 女孩默默忍受着这一切 只希望对方能不辜负自己的努力 在这期间只有女经理早目对她表达了善意 可没想到的是 事情竟然真的迎来了转机 英子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无法驾驭这个项目 竟然想让沙西继续回来当项目的主管 她一时间被这个好消息冲昏了头脑 丝毫没发觉这其中的陷阱 项目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 为了降低成本 某个重要配件被换成了杂牌 项目已经彻底黄了 公司的直接损失达到了三亿日元 沙西只是被找来背锅的罢了 日本的企业就是这样 领导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沙西还傻傻地跑去找英子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而更令其绝望的是 由于连续地加班工作 她完全没有发现母亲的不对劲 当接到西姐的电话时 她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面对友情和亲情的双重打击 沙西终于崩溃了 选择在家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然而更让人愤怒的是 英子前来吊艳时 竟然还自称沙西最好的朋友 西姐当场便忍不住了 拿了把菜刀就想给妹妹报仇 好在最后被人拦住 此后她用了五年的时间 一点点改变了自己的容貌和声音 她明白仅凭英子 绝不会有这么大胆子 敢将一个价值数益的项目毁于一旦 其背后肯定还另有黑手 也正如她预料的那样 对方为了隐瞒当年的丑事 不仅将沙西的存在彻底抹去 英子其实也只是想知道 那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 英子的手机铃声响了 西姐还以为是幕后黑手打来的 可接通后里面却传来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此时门铃声突然响起 几人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不会是幕后黑手找来了吧 杨太小心翼翼地开了门 却发现只是个送披萨的外卖小哥 可他们没有人点外卖啊 她这才意识到中极了 英子已经趁此机会跳窗逃跑 可电话那头的人却已经放弃了她 英子肯定会就此躲藏起来 而西姐该如何继续她的复仇呢 好在把一切都说开后 浅剑也被接纳进了西姐的复仇组织 既然是幕后黑手 那肯定得有些权利吧 公司的高层反证就那么几个 浅剑拉着莉莉开始了寻找 首先排除了人事的小胖 对方虽然是个富二代 可心肠还挺好的 经常会请同事们吃些水果 随后就是女经理早幕了 虽说她现在是部长 可五年前还只是个主任 应该也可以排除 但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看似善良的早幕 此时却借着探病的理由 悄悄躲在小爱的病房前偷听的什么 脸上还露出了酷似坏人的笑容 浅见两人找了半天 突然想到杨太其实也是公司的高层啊 那她为什么会和西姐走到一起呢 好歹也是自己人了 那就直接去问呗 原来杨太的故事也可以拍一部复仇剧吧 在她当年还是学生的时候 家里好不容易买了一栋房子 却遭到了白马房地产公司的强拆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 杨太的父亲不幸被砸死 哥哥也成了植物人 可公司却利用他们先动手的理由 把责任贴得一干二净 后来杨太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上大学创办公司 终于成功入股了这家白马房地产 为了能搞垮公司 她才和西姐一拍即合 组成了这次的复仇者联盟 那真正的幕后黑手会是谁呢 被莉莉称为善良的小胖 此时来到了社长办公室 原来白马房地产的社长竟是她的父亲 而且她此次前来正是为了五年前的丑事 难不成她才是幕后黑手吗 与此同时 杨太正准备穿衣服走人 却遭遇了身边女人的网络 为了复仇 任何人都会成为被他们利用的棋子